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于近日又带来一个好消息 德甲联盟和PP体育正式宣布达成 从2018到2023赛季为期五年的全媒体独家版权合作 新周期中PP体育不仅拥有赛事独家全媒体版权 还拥有德甲自制节目 纪录片等内容的联合打造权益 同时 双方的合作还将带给国内球迷更多特权福利 德甲联赛正在通过全面的内容战略 关键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对中国市场的努力开拓 成章成为中国市场最具营销潜力的足球联赛 中国球员刘洋先行第二十年前 一九九八年七月 十年二十四岁的杨晨转会德甲法兰克福 成为中国球员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第一人 在加盟法兰克福的首个赛季 杨晨打入巴黎入球 成为球队最佳射手 这也成为大部分中国球尼 关于德甲最初的记忆 看德甲看杨晨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球迷的喜好 2003年 比杨晨小六岁的邵嘉一 开始了自己在德甲五个赛季的德国足球生涯 邵嘉一相继在莫尼黑1860 科特布斯与杜伊斯堡等对效力 他的左脚脚法赢得了德国足坛的充分认可 德国媒体为他写了亚洲金左脚的绰号 邵嘉一是仅次于杨晨的流洋德国的中国足球代表人物 他在23岁时流洋 在德国闯荡场打9个赛季 尽管如今的德甲少了几分中国元素 但中国球迷心中却延续了这种情怀 据2018 Red Card报告 在对各大欧洲足球俱乐部联赛组织及知名球星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表现进行排名之后 德甲联赛连续当选中国社交媒体上表现最佳的联赛 过去一年是中国体育产业壮大的一年 比起创造各类吸引眼球的投票新闻 今年大家更注重在中国体育传媒产业中探索有效的商业模式 如今 球迷在多个媒体平台和大量信息之间传缩 制定一个明确的360度全方位覆盖的数字营销战略则更具意义 游人体育创始人及CEO安德鲁克林斯表示 无疑 世界各地的职业体育赛事都把中国视为具有极大潜力的目标市场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 NBA成为首批常先者之一 此后许多欧洲职业足球联赛也纷纷不期后尘 德鲁克在这一方面可谓先曲折 1995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就开始直播德鲁联赛 当时德鲁克的唯一竞争对手是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 简称易甲和NBA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赛事记者刘思远表示 德鲁克当时是中国球迷最喜欢看的联赛之一 中国球迷最早开始看了联赛是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 接着就是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德鲁克拥有最具年性的球迷和最优质赞助商 23年过去了 伴随几代人成长的德鲁联赛 也培育起了极具消费力的球迷市场 根据刺客体育与游人体育联手发布的 2017欧洲俱乐部中国球迷画像显示 德鲁克球迷群体的年龄画度从18岁到50岁 普遍拥有较高学历 更有趣的是 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 是拥有最多中国女球迷的欧洲球队 女球迷比例达到了惊人的63% 拜仁慕尼黑紧随其后 这与罗伊斯 穆勒等一众高颜值当家球员有很大关系 针对中国球迷的消费行为 有97.02%的球迷 愿意购买自己主队的球衣 79.95%的球迷愿意购买球队的官方纪念品 还有部分中国女球迷表示 希望球队推出 针对中国女球迷的定制垮球衣 另外 球队的赞助商品牌 能获得该队球迷的更多认可 65.17%的球迷表示 会在选购商品时 更倾向于球队的官方赞助商品牌 绝大多数中国球迷认为 能够赞助自己喜爱的球队 说明该品牌不仅财力雄厚 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也是产品质量出色的保证 这也是奔什 拜尔 大众 安连等德甲球队赞助商 一直深受中国球迷喜爱的原因 未来五年德甲将与PP体育 共同拓展中国市场 7月9日 PP体育与德甲联盟 在北京举行了战略合作发布会 双方正式宣布达成2018到2023赛季 为期五年的全媒体独家版权合作 从2018到19赛季开始 PP体育拥有德甲 未来五年全媒体独家版权 包括电视 网络 新媒体 OTT等媒体渠道的播出 及版权分销权益 这也是德甲联盟历史上 首次将独家全媒体版权 授予一家中国的新媒体公司 德甲看重PP体育 最重要的 还是在于其背后 苏宁的广泛布局 以及自身雄厚的财力支持 在体育产业的布局上 从赞助豪门到收购俱乐部 从拿版权到数据开发 苏宁集团近两年的动作 可谓令人母不暇些 用赞助和收购俱乐部 来打开全球范围内的品牌知名度 用PP体育传媒 龙珠直播和足球权版权 来寻找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 甚至可以点开中国球迷付费观赛 不利的死穴 而PP体育也十分看好的假的价值 正如PP体育常务副总裁曾刚所言 PP体育希望借助版权搭建的流量 让足球进入到用户生活中 从而辐射出更广泛的影响力 我们欢迎一个能够代表足球热情 代表足球魅力 能够影响跨年龄层的IP 进入PP体育的版权大家庭 曾刚说 基于版权的转播合作 我们不仅希望能够让用户随时看到比赛 更加希望能够落地各个俱乐部的推广活动 包括衍生品 青少年足球培训等等 借助PP体育和德甲联盟 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把年轻球员的培养经验传递到国内 将德甲在中国的影响力 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进行全方位的影响 进行全方位的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